欢迎您继续大臣凤凰早班车 我们来关注到的是伊朗三号纪念遭美军刺杀的已故革命卫队圣陈旅指挥官苏兰曼尼逝世四周年 而其中在苏兰曼尼家乡南部科尔曼市的纪念活动则是遭遇到了恐怖袭击 通往苏兰曼尼目的的道路接连发生两起相信是由遥控装置所引发的爆炸 伊朗卫生部就表示了两起的爆炸一共是造成95人死亡211人受伤 而伊朗政府也宣布在四号维克尔曼市的恐袭遇难者举行全国哀悼 据伊朗媒体报道 第一次爆炸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30.04分 爆炸发生地点 距离伊朗已故高级将领苏兰曼尼目的约700米 人们听到爆炸声四散逃离 十几分钟后发生第二次爆炸 地点为距离目的一公里的地下通道 事发时 现场聚集大量前来参加苏兰曼尼纪念活动的伊朗民众 现场血迹斑斑 多人满身血迹躺在地上 也有民众蹲在地上哭泣 救援人员在场为伤者急救 部分人情况危急 伊朗政府将这两起爆炸定性为恐怖袭击 据报 这次连环爆炸中的死伤者 大部分是在第二次爆炸中死亡或受伤 有伊朗媒体报道指 肇事者疑似将两个爆炸物放置在手提箱并远端引爆 但没有得到官方证实 有分析指 武装分子经常利用第二次爆炸 来针对赶赴现场的紧急应变人员 以造成更多伤亡 伊朗内政部长瓦西迪对爆炸案的死难者表示哀悼 并表示 军队和安全机构将对恐袭制造者 做出强而有力的回应 发生两起爆炸的科尔曼市 是已故伊朗革命卫队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的家乡 苏莱曼尼于2020年1月 在伊朗巴格达死于美军空袭后 被安葬在科尔曼 苏莱曼尼被许多伊朗民众视为英雄 每年她的忌日 都有大批民众聚集 为她举行纪念活动 有西方卫星图片显示 在3号爆炸事件发生前 科尔曼市烈士墓园附近的道路上满是人潮 凤凰威视综合报道 伊朗总统莱西在3号发表讲话 谴责在科尔曼发生的袭击是懦夫行为 称敌人永远不能动摇伊朗民族坚定决心 伊朗将在适当时机向以色列报复 而伊朗并宣布4号为全国哀悼日 悼念死难者 当天在德海兰的穆萨拉清真寺 举行大新集会 数千名民众参加纪念苏莱曼尼的活动 莱西在仪式上发表讲话 谴责袭击是懦夫行为 称伊朗不会被拘 将继续抵抗运动 台警告以色列 伊朗将在适当时机予以报复 伊朗将在适当时机产生 伊朗圣城军指挥官卡尼也发表讲话 称以色列和美国支持的分子 在克尔曼制造了恐怖爆炸事件 现场民众情绪激动 高喊打倒美国 打倒以色列的口号 由民众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我会发现这些地方 和民众的民众和民众的民众 和民众的民众 一样民众说会让敌人感到后悔 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員会 三号当晚召开紧急会议 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密尼一 请止参加 哈密尼一当天还发表声明 称敌人在克尔曼的罪行 不会被容忍 一些参与杀害无辜平民的人 将受到严厉的回应和公正的惩罚 来自元第四号访问土耳其 因克尔曼发生了恐怖袭击 宣布推迟 富华卫视 纽约正坎姆森 德海拉报道 我没看到的是内政部长 伊朗的方面他说 这袭击事件是敌人遭遇到失败之后 企图在伊朗制造混乱 他也提到了局势在掌控当中 也呼吁民众不要相信谣言 来看记者在德黑兰发回的现场报道 我现在是在苏拉曼尼去世四周年德黑兰的现场 第二总统莱西也在这里发表了讲话 可以看到在克尔曼发生的这场爆炸事件 并没有影响在德海兰的纪念仪式 人们依然是成千上万的人在这里聚集 他们仍然在高喊打倒以色列 打倒美国的口号 来纪念苏兰曼尼 那我们在采访当中 很多人表示气氛 认为这是以色列干的 但同时他们认为 这不会让伊朗人感到怯懦 伊朗人会继续进行抵抗运动 那么在这次爆炸事件之后 伊朗内政部长也在电视上发表了讲话 首先他说这次事件是跟以往一样的恐怖袭击事件 是和敌人以前一样策划的 是敌人遇到了失败之后 想在伊朗国内制造混乱 他让民众不要担心 不要相信谣言 要相信政府会在公共场合发布的官方消息 他还说现在局势都在 已经在控制当中 所有的情况呢 已经就恢复了正常 而且呢 他说呢 伊朗将会在最短时间内 予以答复 另外呢 就是伊朗的最高警察长 他也在今天发表讲话 他认为这次恐怖袭击呢 是以色列和美国在幕后指使的 认为这是他们的怯懦行为 可以说是在伊朗伊朗 最大的一起恐怖袭击事件之一 那么也是在苏兰曼尼2020年被暗杀之后的第一次 这样的恐怖袭击是在他的活动上发生的 所以这也震惊了伊朗的国内 那么有分析认为呢 才在苏兰曼尼市市这一周年 在他的近日的活动上 策划这样的一个恐怖袭击 毫无意外是对伊朗的挑衅 对伊朗的一个警告 那么这也会激起伊朗的愤怒 但是伊朗目前还是相对是比较克制的 那么如何来回考验着伊朗的智慧 那么如何来避免地区紧张局势进一步升级 同时呢伊朗呢 也要在这个时候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来回复民心 这恐怖袭呢 也是在考验着伊朗的政治智慧 以上就是李瑞的现场观察 美国政府则在三后 回应伊朗所发生的爆炸袭击 指美国并没有参与 其中也没有证据显示是 以色列所为 美国白宫与国务院在三号 否认美国参与了发生在伊朗克尔曼市的爆炸袭击 并且否认以色列与袭击有关 根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已故高级将领苏莱曼尼预袭身亡纪念活动 三号正在克尔曼市举行 两起爆炸就发生在苏莱曼尼墓地附近 伊朗方面把事件定性为恐怖袭击 而美国政府对遇难者表达同情 但表示美国方面目前没有关于袭击事件的独立信息可以提供 美联社指出虽然以色列有袭击伊朗的动机和先例 但过去的袭击主要是有针对性的暗杀行动 不会造成大规模伤亡 因此事件的幕后黑手可能是伊朗流亡组织 武装组织也不排除是敌对国家 凤凰卫视 王宾如王天一 华盛顿报道 伊朗科尔曼市在3号发生了这两起的爆炸事件之后 俄罗斯 黎巴嫩 约旦以及欧盟也纷纷地谴责袭击 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也对袭击做出了强烈谴责 并且对事件当中的受害者表示哀悼 也呼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普京对发生在科尔曼市的袭击予以谴责 向伊朗最高领袖汉梅内伊和总统莱西表示慰勇 并指杀害平民的行径 是残忍和冷酷 令人震惊 俄方谴责一切形势的恐怖主义 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也谴责袭击 只对这场令人发指的恐袭深感悲痛 并向友好的伊朗人民表示哀悼 欧盟发表声明 以最强烈的措辞 谴责袭击 指这起恐怖活动造成了令人震惊的平民伤亡 肇事者必须承担责任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表示 秘书长古特雷斯强烈谴责发生在科尔曼的袭击事件 呼吁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并对事件中的受害者家属 伊朗人民和政府表示深切哀悼 助任伤者早日康复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伊朗近年恐怖袭击事件频发 而在去年12月 伊朗东南部的一座警察局遭到了恐怖袭击 至少有11名警察牺牲 而在2017年6月 首都德黑兰就曾经遭遇连环恐怖袭击 当时造成有18人丧身 多人手上 当天早上 四名袭击者男扮女装 手持AK-47自动步枪等武器 混入伊朗议会大楼开火 伊朗革命卫队成员赶到现场 击毙三名袭击者 另外一人则引爆身上炸弹 当场身亡 而在议会遇袭后不久 伊朗已故精神领袖霍梅尼 位于德黑兰南部的林木 同样成为袭击目标 三名袭击者闯入向民众开枪 其后与安保人员交火 最终一名枪手被击毙 另一人引爆炸弹自禁 另一名同党则被捕 极端组织伊斯兰国承认责任 是这个逊尼派极端组织 首次在什叶派的伊朗境内策动袭击 伊朗死前也曾发生过多起袭击 在2009年10月18号 伊朗东南部西斯坦比鲁支斯坦省 一批准备出席会议的革命卫队高层 遭遇炸弹袭击 造成多人死伤 2010年7月15号 西斯坦比鲁支斯坦省首府 扎黑丹一座清真寺内 发生两起爆炸 造成27人死亡 近300人受伤 死者包括伊朗革命卫队多名高级军官 而在2010年9月21号 西北部城市马哈巴德的阅兵室 遭到炸弹袭击 造成9人死亡 10多人受伤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中东局势持续紧张 以色列队在黎巴嫩杀害哈马斯2号政治人物阿鲁里的行动是既不承认 不过以色列情报机构摩萨德首长巴尔内亚在3号则誓言 会全力抓捕所有涉及10月突袭哈马斯成员 黎巴嫩真主党的领导人 纳斯鲁拉也警告 如果以色列对于黎巴嫩发动战争的话 也将会付出代价 而真主党和乙军继续在临时边界交火 有消息说3号一共有9名的真主党成员 在黎巴嫩的南部被杀 也是自10月双方交火以来 伤亡最严重的一天 哈马斯2号政治人物 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阿鲁里 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 遭到以色列文人击袭击生亡之后 同时遇袭上生命于哈马斯成员哈姆德 3号举病 以色列对于发动2号版的文人击袭击 既不承认也不否认 不过以色列情报机构 莫萨德首长巴尔内亚3号誓言 会全力追捕去年10月 突袭以色列南部的所有哈马斯成员 包括直接或间接参与者 以及策划者 不管追捕需要多少时间 而以色列国防军的总参谋长哈莱维 同一天亲自视察以离边境 强调以军在北部边境 已经做好作战的充分准备 以色列国防军则发布消息称 由于黎巴嫩真主党 向以色列发射多次导弹 因此以色列国防军派战机 空袭真主党的导弹发射装置 作为回应 黎巴嫩真主党总书记纳斯鲁拉3号 对阿鲁里遭杀害声表哀悼 并指责以色列在黎巴嫩杀人 是极为危险的罪行 也是公然的侵略 他们不会做事不管 纳斯鲁拉警告 如果以色列对黎巴嫩发动战争 将会付出代价 真主党的战斗将没有上限和没有规则 另一方面 加沙地带继续遭到乙军的猛烈攻击 据巴勒斯坦电视台3号晚报道 乙军当天对加沙地带南部拉法市 发动空袭 造成多人死伤 另一个南部城市汉尤尼斯 也继续遭到乙军袭击 到处风烟四起 巴勒斯坦媒体指 乙军3号也对加沙北部 杰巴利耶难民营发动空袭 多座建筑物被炸毁 造成超过20人死亡 他批民众受伤 加沙中部的麦加奇难民营 也受到袭击 多处着火焚烧 救援人员在瓦砾中 搜救被困折 有以色列媒体 援引以色列安全内阁 一名消息人士指 以方正与包括刚果等多国 展开秘密会谈 接收加沙地带移民 媒体并引述 以色列情报部长 加姆里尔的言论 指战争结束后 加沙地带将没有市政当局 平民将完全依赖人道援助 不会有工作机会 60%农业用地 将被改为安全缓冲区 自愿移民 是战斗结束后最好 最现实的计划 凤凰卫视中央报道 哈马斯政治局副主席 阿鲁里二号市 在黎巴南首都贝鲁特 遭到了无人机来击杀 而半岛电视台记者三号 在阿鲁里的家乡 就采访了他的母亲和姐妹 这座位于在约旦河西岸的房屋 就是阿鲁里出生和长大的地方 而墙上挂着的相片 就是他早年被以色列关押入狱时所拍摄 阿鲁里80多岁的母亲就表示 他对于阿鲁里的死亡 已经有了心理准备 因为以色列此前就曾经警告 将会除掉阿鲁里 相信阿鲁里本人也预料 自己随时会被杀害 阿鲁里的姐妹达拉尔则表示 此前野军曾经在检查站拦下他 告诉他阿鲁里已经没有几天可以活 而达拉尔说 无论是阿鲁里还是每一名巴勒斯坦人 甚至是每一名巴勒斯坦的儿童 都愿意为抗争而现身 称阿鲁里让巴勒斯坦人的人民 能够抬起头来是巴人的骄傲 中东真的不平静 因为现在也门的胡塞武装海上部队 3号对一艘在红海航行的货轮发射了导弹 胡塞武装的发言人萨雷亚 他发表的声明表示 胡塞武装的海上力量多次对法国的 达菲海运集团旗下的塔格号集装箱货轮 发出了严厉警告 而在警告被无视之后 便对塔格号发射了数枚导弹 达菲海运集团当天稍晚的时候 也回应说塔格号开往埃及 并非开往以色列 而货轮没有受损 也没有任何的事故发生 而新一轮的以哈冲突以来 胡塞武装有多次袭击 红海水域目标 以阻止以色列的船只在 红海以及阿拉伯海来航行 直到以色列停止对 袈裟的军事打击 胡塞武装的席船行动 已经导致了多家的国际航运的企业 宣布暂停红海航线 转而绕行 非洲南端 美国与11个国家 在3号发表联合声明 谴责野门胡塞武装 在红海的袭击行动 是非法且不可接受 严重破坏了地区的稳定 联合声明呼吁胡塞武装 立即停止袭击 释放被非法扣押的船员 并警告胡塞武装将为此承担后果 美国联合其他11个国家 在3号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 对胡塞武装在红海的袭击和抢劫 发出谴责与警告 联合声明指出 胡塞武装在红海持续发动的袭击 非法不可接受 并且严重破坏地区稳定 胡塞武装使用无人机船只导弹 对商船等船只发动攻击 包括首次对这些船只使用反舰弹道导弹 直接威胁全球最重要水道的航行自由 声明称 全球近15%的海运贸易需要经过红海 包括全球8%的粮食贸易 12%的石油海运 和8%的全球液化天然气 如果国际航运公司改变航线 不仅会大幅增加货物交付成本 更会危及世界食品 燃料运输和人道主义援助 新加坡在3号也加入到 谴责胡塞武装的行列 敦促其立即停止袭击行动 并释放被非法扣押的船只和船员 这些国家警告胡塞武装 如果继续威胁生命 威胁全球经济和自由通行 胡塞武装将会承担后果 签署联合声明的国家 除了美国还有澳大利亚 巴林 别利史 加拿大 丹麦 德国 意大利 日本 荷兰 新西兰和英国 凤凰卫视 王宾如 王天逸 华盛顿报道 美国管理会3号也就 红海的局势升温召开紧急会议 美方代表说 胡塞武装持续的袭击 通过红海重要航道的船只 明显违反国际法 美方也批评 伊朗长期援助胡塞武装 发动袭击 中方则对相关的袭击 和扣押商船的行为 表示关切 也呼吁有影响力的大国 维护红海航道安全 3日联合国安理会 就红海局势升温 召开了紧急会议 美方在会议上表示 自巴以冲突爆发之后 胡塞武装至少在红海 发起了20多起袭击事件 对航行自由 地区和平与安全 和全球商业造成 越来越大的影响 美方称 这些行为不可接受 明显违反国际法 美方还批评 伊朗长期 为胡塞武装提供援助 不过美方表示 不寻求和伊朗进行对抗 但伊朗需要停止相关支持 中方对红海袭击和扣押商船事件表示关切 中方对一段时间以来 中方对一段时间以来 在红海水域多次发生 袭击和批击和扣押商船事件表示关切 呼吁有关方面 停止洗扰民用船只的行为 尊重并保障各国 在红海水域的航行自由 红海局势持续升温 全球的航运公司也持续暂停在红海的货运 绕到非洲的好望角 据联合国数据统计 全球三分之一的货运集装箱 都使用苏伊士运河 如果全部绕到的话 或将每艘船只的往返 都要提高至少100万美元的燃油费 这也可能会引爆新一轮的全球通胀 凤红卫视陈寅谦 江广赋 纽约联合国总部报道 马上我来带您关注日本强政的后续报道 欢迎回来持续来关注到的是 日本石川县能登半岛的7.6级强阵 死亡人数上升至73人 另外15人仍然失联 而当局公开了失联人士的姓名和年龄等资料 希望能够收集到相关的信息 而重灾区 伦岛市以及株洲市 已经确认有200多栋的建筑物倒塌 就在临近的富山县和新溪县 也有多人受伤 而新溪市的西区有44处的地点 出现了土地异化 日本首相爱庭文雄3号也宣布 在想灾区派遣1000名的自卫队成员 不过部分的灾区依然难以获得救援物资 在石川县的陆岛厅 燃料匮乏致使许多加油站闭门谢客 少有的营业商家也采取限购措施 不过依然有民众驾车赶在商家开门之前 排队等候加油 同在石川的雪水厅 一座神社入口处的鸟居 在强政过后变得面目全非 沦为一片废墟 当地民众前往一家药店 领取免费发放的生活物资 内阁官方长官林方正表示 石川县和新溪县仍有约三万两千多人避难 石川县轮岛市市长 3号在县灾害对策本部会议上表示 七伟市 雪水厅 能登厅 总计约60人处于孤立受困状态 诸州市市长批评当地连一条面包都没有收到 这样下去逃过一劫的民众也难以存活 共同社报道 在诸州市和能登厅等沿岸地区 住宅可能还受到海啸造成的损失 人员受害情况或愈发严重 据日本国土交通省消息 海啸引起的进水区域达到约100万公顷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而本台特派记者深入到能登地震重灾区 石川县轮岛市当地的道路严重受阻 信号中断 继续来看本台记者李淼发回的现场报道 我们今天是在石川县的地震最重的灾区 轮岛市还有雪水厅附近 那么我们从赶到这个路上就发现 这个灾区的状况确实被我们想象当中要严重的很多 因为我们在过往的路上就发现 首先是道路是不通的 很多路是断的 道路中间是断开 而且有很大的大坑 我们车辆没有办法通行 而且今天因为对很多地方发布了大雨警报 所以造成严重的山体滑坡 在路上我们看到很多巨石 大块的石头就堵在马路当中 我们到了山上之后发现此路不通 然后只能折返回去 所以就这样折腾了很多次 大概花了六到七个小时才抵达到轮岛 那么在轮岛我们看到有很多房屋是倒塌的 当地政府官员跟我们说 他们现在没有办法准确统计 到底有多少栋房屋是倒塌的状态 那么甚至有可能还有人被掩埋在下面 等待救援 所以现场是孤立无援的状态 而且因为道路不通 这就造成了救援队伍很难进去 在雪水丁的时候 我们看到当地的灾民就对我们说 我们是他们看到的第一组媒体的记者 他们因为没有手机信号 没有水 而且也没有食物 所以真的是一种孤立的状态 那么很多在山上的住户 也是完全没有得到救援 在灾区我们也看到 这个余震是不断的 余震的发生最强的是在震度五强以上 所以晃得非常厉害 手机一直都传来 紧急地震警报 非常刺耳的声音 这个余震每天是有几十次的 所以灾民对我们说 他们在灾区的时候 就是又冷又饿 没有水没有电 然后又渴 而且还要面对余震 非常的恐惧和不安 接下来就非常希望 日本政府自卫队能够快点抵达 那么尽管自卫队是目前派了22架飞机 还有8艘舰船 但是根本没有办法靠近 株洲市 还有轮岛附近 所以接下来的救援 我相信会非常的困难 比我们预想当中困难很多 好 另外要关注到 日本东京雨田机场飞机 相撞事故有最新进展 根据日本国土交通省 在3号发布的事发前 机场与塔台两架飞机的沟通录音 也显示塔台当时 没有指示遭到撞击的 日本海上保安厅飞机进入跑道 而目前这架飞机的两个飞行记录器 已经被找到 而相关数据分析工作都在进行 而另一方面 日航也透露起火的日航516号 客机机长表示 看不到日本海上保安厅的飞机 日本国土交通省 3号公布了事发前雨田机场塔台 与两架相装飞机的 无线电通话记录 显示塔台当时警向 日航516号客机 发出了降落许可 而其向海保厅飞机 发出的指令则是 滑行至跑道等待位置 塔台还询问 海保厅飞机方面是否明白 海保厅此前则援引身还机长的话称 海保厅飞机事发前 以获得塔台的起飞许可 外界怀疑海保厅飞机机长 错误理解了塔台指示 提前驶入跑道 导致相撞事故发生 日本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 3号对事故展开正式调查 派遣6名调查人员赴撞击现场 即雨田机场C跑道 进行搜证工作 有委员会官员当天对媒体表示 海保厅飞机上的两个黑匣子 包括记录通话语音的录音器 和记录飞行状况的飞行记录器 已经找到 相关数据分析正在进行中 而日航516客机上的黑匣子 仍在搜寻当中 日本警事厅当天也在 东京机场警察署设立搜查本部 以过失致人伤亡嫌疑 对这起事故展开调查 受撞击事故影响 雨田机场3号有多大120架次航班取消 约1.9万名旅客受到影响 机场方面表示 未来可能会取消更多航班 提醒旅客提前关注航班讯息 东海旅客铁道公司 宣布加开4班 从东京站开往新大阪站的 新干线列车 以便输到旅客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 3号至4号组织海空兵力 在南海海域进行例行巡航 而南部战区指战区部队 确实保持着高度戒备 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海洋权益 任何搅局南海制造热点的军事活动 尽在掌握之中 同一时间 菲律宾军方宣布 在南海与美军进行为期两天的 第二次联合巡逻及机动演练 飞防程出动了四艘舰艇 一架搜救直升机 以及一架反潜直升机 美方则出动了一艘航母 一艘巡洋舰 两艘驱逐舰 以及多架战机 这是美飞两国际去年11月之后 第二次在南海进行联合巡逻 菲律宾武装部队总参谋长 布劳纳就表示 第二次巡逻是美飞联盟 和双方互通性方面 所迈出的重要一步 局跟进一下 乌战士最新前线 因为俄乌双方经过了长时间的谈判 在3号晚间 230名的乌克兰战俘返回家园 而乌克兰军事情报局局长 布达诺夫他说 这也是开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囚犯交换 乌方表示 这是经过相当长的时间 能够进行的一次非常困难的交换行动 自全面战争开始以来 共有2828名乌克兰男女被羁押人员 从俄罗斯的囚禁中获释 我们终于非常困难的时间 我们终于很困难的交换行动 今天回来了在乌克兰 230名乌克兰 中的一名战争 和军事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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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种选择 准备了很久 我们将继续努力 让所有人员回归 凤凰卫视 特约记者李向 基辅报道 俄罗斯也发放 248名被俘人员 获释回国的视频 俄罗斯国防部表示 在阿联酋的人道主义条件之下 248名俄军 被俘人员 从乌克兰控制区 返回俄罗斯 目前俄罗斯军用运输机 已经将获释人员 送往俄罗斯国防部 辖下医疗机构 接受医疗和心理援助 下节回来 还有更多消息 议会见 欢迎回来 香港新一届 18区的区议会 陆续召开了首次会议 而议程包括讨论筹办 推动地区的经济发展 以及设置具有地区特色的 打卡地标 例如像是举办元宵市集 业界农历新年前 与关爱队合作推行 18区关爱大行动等 我们也看到 在中西区区议会 4号将会召开首次的会议 而民政处也提出三个方案 就包括了在山顶道花园 设立以中西区为主题的 大型地标 而西贡区议会 5号也召开了首次会议 民政处是建议设立的 打卡地标 包括在西贡市 中兴的壁画 很有名的是街坊摆猫图 而多区的民政处 也有提出办事集 包括建议全湾区 2月举办元宵节市集 这一些嘉年华等等 就有旅游业内的人士表示 香港最大旅客来源 是来自于大湾区 所以建议不同的地区 要发掘与当区有关联赋 有特色的想法 同时也要有配套措施 来吸引旅客 好 要看到的是 香港新一份的市政报告 有提到推行 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 将长者医疗券的试用范围 会扩展到大约有五间 大湾区内的医疗机构 而香港卫生署是澄清 指出长者医疗券的 使用范围并不涵盖互联网 或是遥制医疗服务 香港卫生署的发言人说 长者是必须要亲身接受 参与长者医疗券计划的香港服务提供者的医疗服务 或是前往香港大学深圳医院的指定医疗中心 而科技技士 科技的这些医疾的科室 或是其他的华为 立志院社区健康服务中心 来接受门诊医疗的护理服务 才可以使用这长者医疗券 而所有的使用长者医疗券 支付医疗的服务 都不可以摇距医疗的服务来进行 而至于说长者医疗券大湾区试点计划 当局也已经展开推进工作 也会在适当的时间公布详情 继续来关注到的是 2024台湾大选4号进入到倒数第9天 国民党继续的加紧拉票 大选候选人侯友宜 3号也是回放到了新北市 进行车队扫接拜票 沿途有大批的民众表达支持 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排名第一的韩国瑜 当天到了南部高雄 是为党内立委候选人来拉票 侯友宜回到担任市长的新北市 进行车队扫接 沿途有不少支持者前来为他加油打气 现场气氛十分热烈 甚至有支持者从路边冲出来 想近距离接触侯友宜 保安人员不得不跳下车 沿路指挥维持秩序 台湾大学前校长管忠敏 当天也拍摄影片公开力挺侯友宜 夸赞他正直有勇气 管忠敏预计将在7号的高雄造势上 现身支持侯赵培 另外蓝莹也为立委选举加紧造势 名列国民党不分区立委名单 第一名的前高雄市长韩国瑜 三号晚来到高雄凤山 陪同党内立委候选人 忠义重车队扫接拉票 沿路民众放鞭炮热烈欢迎 凤凰卫视综合报道 好 眼看台湾2024选战 已经进入到了最后最激烈的情况之下 那么相关话题呢 我们就要请教到时事评论员 郑黄先生来我们点评与分析 建议先生好 你好你好 雅芊相依 两位早上好 今天现在已经没有民调可以看了 选情很胶着 您认为目前各方最后9天的选战 怎么攻防还有选民的结构最终会 怎么样决定来影响选举的大局呢 台湾领导人大选 还有部分区议委的选举呢 应该是进入到了倒数第9天 应该说呢 所有的参选人都使尽浑身的泄数 某数据来抓住最后的选举宣传的机会 来宣传自己的政纲 也包括呢 进行这种扫街造势的活动 可以说呢 现在台湾岛内的选举的气氛 是非常的热烈了 已经到了一个白肉化的一个阶段 那么最可以肯定的是 最可以肯定的是 没有任何一位参选人 认为自己会输 但是最不能够肯定的是 也没有任何一位参选人 能够准确地说出他怎么赢 这个呢就是非常诡异的地方 所有参选人都会赢 都不愿意输 但是怎么能够赢呢 当然无论是民进党 民众党 国民党 都有自己的选举的策略 但是呢 实际上谁也说不清楚 到底这个策略是怎么样的 当然之前我们说 有比方说打各种牌 经济牌 民生牌 两岸牌 青年牌等等 但是呢 到了选举的最后关头 实际上也没有太多的时间 来宣传这些牌怎么打 于是乎最关键的 能够胜选的因素 大概就是如何来争取 摇摆选民 也叫中间选民 那么这个摇摆选民里面 当然也包括年轻的选民 根据这个之前 也就是说最后一次 在这个选举进末期到来之前 1月3号 最后一次的民调来显示呢 大概有关键的5%的人 还没有做出最后的决定 这个呢是一个普遍的一个民调的一个 比较趋同的一个数字 另外有一家民调 这家民调的机构呢 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媒体 它是一个独立的一个民调的机构 我一直长期注意这个民调机构 它的选拥范围是比较广 另外呢采取的这种民调的手段 也是比较全面 我比较比较倾向于他的这个民调 这个民调呢 说呢是这个实际上啊 不蓝不绿的这个选民 实际上远远不止5% 多达多少呢 他说多达61%以上 如果说这个数字当然有点夸大 但是说不蓝不绿 还没有完全决定 这个到底把票投给谁的这个中间 或者叫摇摆选民 确实它不是一个少数 那么这样的话呢 就是无论是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 那都在争夺这一部分人的一个选票 因为无论是关键的5% 关键的10%等等等等 实际上谁能够争取到 这些人选民的选票 大概就能够胜选 因为从过往的历次的选举来看 那么铁票它就是永远是铁票 它永远不会投给敌对的这个敌 敌对的这个一方 那么但是呢 中间选票可能就会左右 最后的一个选举的结果 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个气宝效应 但是气宝效应是没有办法预测的 没有任何一个选民 他会带着一个牌子说 我不投国民党了 我投民众党 没有的 对吧 那么所以呢 气宝效应是能够想象 能够推测 但是没有办法去计算的 即便是大选过后 也没有办法来准确地说出 究竟这个胜选 是不是因为气宝效应 发生了一个变化 所以呢 中间选民这一块是可以争取的 但是气宝效应 但是气宝效应要看 要看到最后 这个投票的结果究竟是怎么样 实际上我刚才也说过 是从理论上 还是实践上 都是非常难以来确定 是否发生了一个气宝效应 比方说 2020年 那次的选举 就没有发生气宝效应 当时的宋楚瑜和韩国瑜 以远远的低于蔡英文的票 说她输了 按理说如果发生气宝效应的话 那么韩国瑜和宋楚瑜的票 加起来应该接近 应该接近这个蔡英文 但是完全不够 蔡英文那次是赢了815万多张票 而韩国瑜和这个宋楚瑜 加起来也不过是610万 远远低于这个蔡英文 所以气宝效应是完全看不出来的 但是中间选民这一块 谁能拿到 谁能够争取 特别是年轻 手投足 谁能拿到 就有可能能够 以微弱的多数来胜选 这次的竞选非常激烈 从民调 过去的民调来看 国民党和民进党的比率 是非常的接近 那么这个越接近 它说明的竞争也越激烈 而越激烈 它也就意味着 中间选民把票投给谁 那么就有可能 来有一个造王的一个运动 就有可能让谁能够胜选 因此未来几天 三个政党的候选人 以及其他的一些 参加所谓立委的这个选举 谁能够争取到中间选民的 这个支持的话 谁就能够有把握胜出 两位 好 选战一天 就是宛如经过了一年四季 这摇摆选民怎么摆 不到最后不知道 昨天我们会帮你持续关注 台湾大选 马上回来有更多焦点 欢迎回来 美股在周三收跌 而其中纳斯大科指数 连续第四个交易日下挫 标准普尔500指数 也是连续第三天走低 看到10年期的美国国家收益率 也突破了4例之后回落 而美联储12月的货币政策会议 基要显示 2024年的降息可能性很高 但是利率的路径高度 却不确定 我们来看星期四 按华尔街股票市场走势情况 美股三大指数早时开盘的时候 就是低开低走 天天震荡走低 收盘时是下跌左收 10年长的收益率上碳 4%对科技育股造成压力 今年经理纷纷是调整投资组合 减持大型科技股 所以拖累纳指成千走低 但是纳指100指数当中 升幅最好的则是中概股 网易上升4.04% 百度上升2.03% 京东上升0.99% 当天的金钱数据 及联储上次议席会议内容基要 是市场对近年联储政策倾向 又产生了前景不明朗的 这个负面的心理效应 同时苹果公司在周二受 卷上降低评级之后 周三持续走跌 而且也是拖累了产品配件供应商 包括英伟达高通 AMD公司等等 从不走低 对纳指的压力 也是造成比较一个抛售的效应 同时投资人也看好的是 能源相关的类股 主要是油价盘中呈现上升 因为鸿海目前的政治局面 推升石油价格 能源类股成为标准 普通500指数 11大行业股当中 升幅最好的一个个行业 上升1.53% 而房贷是因为 10年长年收益率上升 所以房贷产业类股成为地付比较大的一个 产业股 下降2.35% 收盘时10年长年收益率是3.903% 油价上升3.3% 是72块7毛一桶作收 金价下降1.48% 2042.80美元一二四作收 以上是新一三情况 凤凰威士旁哲 纽约报道 美国会众议院共和党党 编埃默在3号表示 支持前总统特朗普入主白宫 而随着埃默的表态 所有共和党众议院领导人 现在也都明确地支持特朗普竞选 埃默3号在前推特上发帖子表示 民主党人已经明确表示 他们将近一切努力 试图让总统拜登及其政策继续执政 共和党不能容忍这种情况 现在是共和党团结起来 支持党内领先候选人的时候了 他为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感到自豪 特朗普在他社交媒体上发表言辞 感谢埃默的支持 他表示不会让国家失望 众议院多数党领袖斯卡利斯 2号在X让表示 非常自豪能够支持特朗普竞选 2024年总统 期待与特朗普总统 以及共和党众议院和参议院合作 为那些在拜登政策的失败 压力下艰难挣扎的家庭而奋斗 共和党众议长约翰逊 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斯特凡尼克 此前表示支持特朗普竞选总统 距离埃尔瓦州党团会议 根据CNN最新的民意调查显示 特朗普在全国范围内的民意调查 继续领先 领先于他在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 弗洛里达州州长德桑蒂斯 和前南卡罗拉州州长黑利 领先幅度约40% 尽管特朗普取得了优势 但他也面临多项刑事审判 涉及91项指控 特朗普对所有的指控均表示不认罪 科罗拉多州最高法院法官此前裁定 前总统特朗普没有资格参加 科罗拉多州共和党初选 免疫州也随后禁止 特朗普参加免疫州的初选 目前科罗拉多州和免疫州的裁决 已被暂停 等待美国最高法院的裁决 凤凰卫视张备员 华盛顿报道 英国进一步收紧移民政策 从本月开始禁止大多数国际学生 携带家人来到英国 而今年是英国大选年 移民问题也成为了朝野政党 角力的重要议题 除了研究型硕士项目 与获得政府资助奖学金的课程 从2024年1月开始 在英国学习的国际学生 都将不被获准携带家属来英国 英国政府去年5月 宣布这项新的签证限制条件 从本月生效 英国政府发放给国际学生 及家属的签证数量 近年来猛增 在2022年 英国政府共发放48.6万份学生签证 这导致在2023年 后续发放的学生家属签证数 达到13.6万 是疫情前的2019年 同类签证发放总数的8倍 这项针对于国际学生的签证限制条件 是保守党政府 为防止滥用签证制度的体现 旨在控制英国移民规模 英国内政大臣克莱福利 对本月生效的合法移民规则变化 表示欢迎 说在移民规模问题上 国际学生携带家人来英国的做法 是不合理的 这项国际学生签证的新变化 将使数以万计的移民迅速减少 并有助于阻止30万人涌入英国 英国反对党工党内政事务发言人 酷珀表示 工党支持对短期课程 国际学生的家属进行签证限制 但同时批评苏纳克政府 新的签证政策不解决根本问题 保守党政府在解决 劳动力市场的问题上彻底失败 并阻碍经济增长 英国脱欧后 移民问题也是英国民众关心的话题 2024年是英国大选年 尽管去年12月 苏纳克政府的卢旺达安置法案 以微弱投票优势在国会下院通过 但英国媒体分析指出 保守党的移民政策 仍将是2024年英国大选中 被反对党攻击的重要问题 风华卫视陈瑶 李莫克伦敦报道 来提供给您今天的娱乐快递 相遇国际影坛的61岁 马来西亚华人女星杨子琼 Michelle 去年与奥斯卡金像奖中 勇夺最佳女主角 成为奥斯卡首位亚裔影后 之后与相恋19年的 法国富豪老公尚陶德 于去年7月与瑞士结婚 日前又与马来西亚不办婚礼 星期二 杨子琼突然在社交平台 公布重磅喜讯 他发布了一张用手掌 拖住婴儿小脚的照片 并留言表示 2024年第一天的奇迹 我们真的很幸运 无法言喻我 为这个礼物感到多么高兴 杨子琼之后再发文 指其实是自己容生做祖母 他又感谢上淘德的儿子 Nikola和儿媳Darina 很高兴与上淘德成为 最幸福又骄傲的祖父母 踏入2024年 不少艺人都在社交平台 分享不同照片或影片 表现他们如何迎接新一年 身为宇宙最强的 武打巨星真子丹 当然不会只是 普通发照片这么简单 他拿出看家本领 拍打功夫影片 与大家开心庆祝新年 真子丹在社交平台 分享打功夫的影片 见到他在健身房打拳 左一拳右一拳 再连环勾拳 最后一脚招牌 无影旋风腿 再配合字幕特效 提出Happy New Year 2024字样 让网民大赞 他功夫仍然了得 女团New Jeans 凭着高人气 出了首次登上 日本的红白歌合战 他们还在第65届 日本唱片大赏 连续拿下优秀作品上 特别上 值得注意的事情 是他们尚未在日本 正式出道 让韩国传媒感到惊讶 New Jeans 除了出席日本唱片大赏 颁奖典礼拿奖之外 更带来热爆歌曲 Dito ETA等精彩演出 让听众一饱而敷 确认他们在当地的 强大地位 连韩国传媒 也以享受破格待遇 形容他们的高人气 组合曹梦马不停蹄 举行演唱会 足迹已经走遍了半个地球 包括台北小巨蛋 美国东西岸 新加坡 马来西亚云顶 高雄巨蛋 而日前 他们在飞到拉斯维加斯 举行一连两场演唱会 与观众一起欢度佳节 曹梦又跟现场观众玩游戏 更特别献唱了 恩师美艳芳的梦办 更在舞台后方的 正中央位置 放置了麦克风 就像跟师傅 一起在台上演出 场面温暖感人 当地观众的热情反应 让曹梦表演得更加卖力 当他们走到台下 跟观众握手答谢时 才一姐不小心被抓上手部 而苏志威的手 也因为跳舞时太用力 自己也受了伤 凤红卫视综合报道 感谢大臣凤凰早班车 也祝福您有个美好的一天 继续锁定我们各节新闻了